大家好 这个万众期待的 Pro Duo Altiva 终于在最近发布了 发布之后很多人对这款车应该会有兴趣 而大家更感兴趣的应该是 这台车作为 Pro Duo 第一辆涡轮增压的车款 它的维修费用怎么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官网还有各个方面 收集了这辆车的维修数据 大家来看一看这台车的维修费用贵不贵 Pro Duo Altiva 所采用的 1.0L 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维修时程和其他的 Pro Duo 车款是一样的 也就是6个月或者是1万公里是何者为先 就算你买车了之后也是要等到1万公里或者是6个月之后才需要进行保养 而它所使用的是福利的 0W20 机油 官方给出的售价是 145.06 而且第一次 service 更换的东西并不多 像是这个 Oil Filter 等等 所以它第一次的保养费用只需要 165.05 这一个价格让我有惊喜 因为以波轮增压来讲 我们时常会觉得波轮增压的车款可能维修费用会高一些 但是这一台车 第一次的维修费用竟然只需要这样 这个确实让很多人都负担得起 Perdua Altiva 的维修时程是每1万公里或是每6个月一次 所以第2次的维修是落在2万公里 而实际上6万公里所需要进行维修 更换的东西和这个2万公里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旁边的这个列表就可以知道这个 2万公里和6万公里需要更换的东西是什么 而且这一次维护换的东西虽然多 但是价格同样的也是在接受范围之内 它的官方给出的售价是 259.03 接下来在3万 5万 7万和9万的维修 这个Perdua Altiva 的费用也会便宜一些 价格是202.79 这个数字有点奇怪啦 大家可以看看旁边的这个列表就知道在这个3万 5万 7万 9万公里的时候 会更换维修些什么 其实在这个公里数 更换的东西跟第1次的这个维修是差不多的 只是因为它有征收这个人工维修的费用 所以它的价格会略微高一点点 Perdua Altiva 的这个 Major Service 也是我们俗称的大Service 是落在4万公里或者是8万公里 这个Major Service 的话 它的这个价格会高一点 是423块1毛2 虽然乘坐是Major Service 但是实际上这个4万跟8万公里的Service 要更换的东西也不多 除了常规的像是这个引擎油跟引擎的filter之外 它会更换Airfilter 然后这个 Dunky 的这个冷却液等等 加上这个90块的人工 所以它才需要给到423块1毛2 其实以大Service Major Service 来说 这样的维修费用我还是很惊讶 因为真的便宜 我本身的车子 如果是Major Service 的话 已经超过600块了 10万公里 是ProDual在这个维修时程表里面 收费最贵的一次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要更换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多 除了引擎油跟Oilfilter等等 它还需要更换这个火性塞 CVT 油 还有CVT 油的油格 Oilfilter 所以这一次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Service VMajor Service 才大 它的价格是841块4毛 这个价格稍微真的是高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很多的东西 像是这个 CVT 的油 CVT 的Oilfilter 还有这个火星塞 原厂设定在10万公里才需要更换 如果我们平均算下来的话 这个维修费用并不高哦 以上说法大家听起来可能还是有一点乱 所以我们就来一个总数 在5年里面这台车总共需要Service 10次 这10次的总计费用是3177块9毛 如果除以10 每一次的Service才300多一点点而已 以涡轮增加引擎来说 这样的Service 费用其实还是便宜的 讲完了原厂列出的日常维修需要缴付的费用之外 我们来讲一讲一些日常会消耗性的零件的费用 首先先看轮胎 在最入门版本的Artiva采用的是16寸的轮圈 这个16寸的轮胎它的价格大概是在280块到300块左右 不同品牌有不同的价格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这个17寸 因为它的尺寸有点特别 原厂配来的是20560R17的轮胎 这个轮胎尺寸我们尝试去询问一下 暂时还没有价格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更换的话 可以更换到21560R17的轮胎 这个21560R17的轮胎价格大概是300以上 所以这辆车的轮胎价格是大家必须要考虑到的一点 毕竟它还是一辆XUV车型 XUV车型轮胎通常比较大 而且轮胎的磨损程度可能会比起 传统的这个 鲜背车或者是Sedan更快一些 但是这个轮胎你换下去通常都是可以开个两三年 我觉得这样的费用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觉得这个费用如何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刹车片的价格 其实我们要去和原厂了解一下这个消耗性零件 原厂给的价格 但是因为目前这款车还太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确确的价格 如果是以普通的刹车片为例 它的价格大概是在100块到200块之间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Turbo车 你需要更好的刹车片 那么可以参考一下这个Project MU的刹车片 不过这个刹车片的价格还是高了一点 大概是要600块左右 可是可以给到你更好的刹车性能 如何取舍就看个人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的 就是这辆车的engine mounting 就是engine mounting在很多车上面 维修的费用都比较贵一些 同样的因为这辆车还是太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辆车的 更换engine mounting的费用 可是因为这个引擎和 Azia采用的引擎是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们就以Azia引擎的engine mounting来做参考 它的更换费用可能是在 1100令吉到1500令吉中间 可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没有那么快坏 所以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更换这个 Altiva的engine mounting 它的价格可能会略微便宜一些啦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就是推荐车型 目前的Altiva总共有三个车型 分别是S H 还有AV 也就是Advanced 可是在这个H版本跟Advanced版本呢 它们有不同的选配套件 例如说H版本你可以选特别车色 也就是这个珍珠白和红色 售价会稍微贵一个几百块 至于到了这个Advanced版本 除了这个特别车色之外 它还有这个双色车身可以选择 而这个双色车身的价格也比较贵 至于这个车型如何选择呢 我以自己的看法来说 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个Advanced车型 但是我并不会去选择特别车色 跟这个双色车身的颜色 因为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它的灰色啦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车型 就是因为这个车型上面的这个安全配备都非常的丰富 除了AXS 3.0之外 它还有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的功能 如果是Advanced版本普通的车型 它的售价大概只需要7000令吉而已 以7000令吉的售价 我们可以获得那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包装 非常好的backaging 所以 这个是我推荐这款车的原因 当然选不选这个特别车色是个人的喜好 因为实际上这台车的这个珍珠白色 还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你是选择hash车型 或者选择advanced车型 你想要珍珠白或者是那个 很亮丽的红色的话 需要多加500块 这个就看你个人怎么选择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维修成本保养的分析 还有这一个车型推荐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 Produr Alteva的整辆新车介绍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在未来有机会我们也会把这辆车 带出来做一个试驾分享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后续 带来的影片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